神能够转变任何的这个情况 在这些问题临到你的时候 不要感到沮丧 绝望 不要看到你的这个状况 情况 周遭的事 总让一切的事情发生在你身边 因为神对你的问题有这个解决的方案 神能够改变你的这个情况 神能够从你从最低处能够领你到这个皇宫 神把你的这个失败的婚姻给救回来 神能够把你的孩子们给管辩 总让你自己没有办法 那些医生所不能医治的神能够来医治你 神能够把你的情况从你的贫困当中 能够转为这个丰盛 不要一直老是看着这个情况 看 单单养万油 让你的瓶子能够装上油 然后能够倒空你自己 用神的话来倒空你自己 把门关上来跟神来清净 用神的话来倒空你自己 用圣灵来帮助你来洁净你来 来倒空你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就是神要改变你时刻的 今天我的题目是 你在你的家有怎样的一个复兴呢 从列代记下四章一到七节那边 我们学习祖灵的定律 然后几个功课 让我们读第一节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 爱求以利莎说 你仆人我丈夫死了 她敬畏耶和华 是你所知道的 现在有带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 做奴仆 我们看到一个妇人 哭哭唧唧唧的来到以利莎面前 她带着问题来到以利莎面前 她的问题是什么呢 她的丈夫死了 她的丈夫是谁呢 她也是被以利莎所训练的一个 跟随她的人 但是她在她家里有这个问题 她是一个好人 她敬畏上帝 但是在她的家有问题 问题是什么呢 她有这个债务 现在这个债主要来把她两个儿子娶掉做成奴隶 她的这个情况并不好 在这里我们第一个要学的这个功课是 无论任何事情发在你身上 你要来到第一时间来到主耶稣面前 在这个女人身上是一个绝望的 她没有希望 因为她失去了她丈夫 但是她总然她的丈夫 净位上帝 但是这个他们家有这个债务 她也是净位上帝 但是情况她再主要把她两个儿子打去 但是她没有绝望 所以她就来到这个先知以利撒面前 在你生命中无论发生什么事 记得要来到主耶稣面前 因为主耶稣对每个问题都有解 大家有答案 在这个约翰福音六章那边 他说无论你有什么问题来到主面前 主耶稣会协助你 如果你来到主耶稣面前 耶稣不能够帮你解救你 但你的这个问题 有时候你的这个丈夫和太太会 会改变 会离开 你的朋友亲戚会离开 这个耶稣不会拒绝你也不会离开你 你的情况无论如何 你的问题无论如何 记得来到主耶稣面前 耶稣有解决的方案 当这个妇人家来到这个以利撒面前 我们就接着第二节我们学习 读第二节 第二节以利撒问她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 她说被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 这个以利撒就告诉她说我明白你的问题 我明白你的状况 但你的家里有什么呢 这个女人就回答这个先知说 我的家没有任何东西 除了一瓶油之外 这个一瓶油就好像好比我们的灵命 我们的灵命是一个瓶子 这个在瓶子里面的油之一表的圣灵 我们必须要有圣灵在我们心中 第二个属灵的这个经历我们学的是 不要把你的灵命卖给世界上的东西 这个妇人家把家里所有的都变卖了 她可能把她家里那个工具 交通工具卖了 她把她的包包都卖了 她把她这个厨房里的东西都卖了 她可能都要把自己的家给卖了 她可能要把自己的厂业给卖了 但她没有把那瓶的油给卖了 但我要明白的是 我们那个瓶子里面有油的我们不可以卖 因为那瓶油在我们生命中有重要事情 所以这个以利莎就用那瓶油来帮助她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 你的瓶子里有没有这个圣灵呢 但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把圣灵放在我们心中 所以我们必须常常的有我们心里有这个圣灵有这个油 但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把圣灵因着属性的东西给出卖了 多少次我们把时间卖给了这个手机 而不要花时间去祷告 这很多时候我们花我们的金钱去用在运动器材上 所以我们把很多应该侍奉神的时间卖给了这个属世的世界 但你把你的灵命出卖给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话 当你一切都一无所有的时候 就真的是一无所有没有东西可以帮你了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出卖你的这个灵命 不要把你的时间花在运动上而不给神 不要把该应该把花的这个资源花在这个神身上 不论你的情况是如何的 不要把那瓶油给卖了 因为这是你生命中所需要的 你看这个妇人家她把一切的都卖了 但是她没有把那瓶油给卖了 所以请大家不要把这个灵命给出卖了 因为神必须要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来用 因为神要在你在困难当中祂要来用 当你在绝望没有帮助的时候神要使用它 让我们继续读神怎么用 你读下一节的话 圣经这么说 第三节 耶利莎说 如果你去向你众灵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 这个先知就这么告诉她 因为你有一瓶这个油 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些空的这瓶子给借来去拿来 记得如果她没有那瓶子剩了这个油 这个先知就不会叫她去拿这些装油的瓶子 如果那个瓶子没有油在里面的话 这个瓶子有什么用呢 所以这个在诗篇那边也有想着说 就要有这个明白这个真理的灵 这个明白这个真理 不要卖掉 你必须要有真理在你里头 明白 这个圣经在那边 约翰福音十六章那边记得 但真理的灵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他要叫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她这个妇人家 她在她瓶子里有这个油 那她就去把这个空的瓶子给拿来找来 第三个这个属灵的这个功课我们要学的是 除非你把自己倒空 不然神不能够用你 你必须要把自己倒空 不然神不能充满你 所以因为她有一瓶油 所以神叫她去把那些空的瓶子再拿来 因为神要把这个油那个空子给填满 记得在加拿的这个宴席吗 这个酒用完了 当耶稣叫那些人把那些 在砖水的水上给砖门水 除非她是空的 不然耶稣不会叫人家把水给灌满 除非你倒空自己不然神不能来充满你 你必须要把这些生命当中 这个属自己的这个欲望给倒空 你要把自己的那个骄傲给倒空 把这些误会的言语给倒空 把这些色情这些东西给倒空 你要把自己把一切不好的东西从你本身上倒空出来 然后圣灵才能够来充满你 我们要怎样倒空自己呢 这个神的话有能力能够倒空我们自己 因为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 圣灵说十三章那边说神的话是好像垂直能够把石头给砸开 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大石头你自己没办法 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大石头你自己没办法 但是神的话领导手就好像一个大锤子把它砸开 你又把这小石头给砸开 一样的神的话说神的这个话是一个烈火能够炼金能够烧毁一切不属神的 可能有一些东西在你生命当中成了一些拦阻 那你不能跟神来亲近 但你让神的话来到你生命当中神的火灶 神的灵火能够把你生命当不属神的给烧毁了 这篇也这么教导我们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灯路上的光 祂能够照亮让我们把生命当中不属神的给挪开 如果你是属神的如果你在家没有电的话 所以你在家如果是没有电又是晚上你不知道看到哪些事 所以你家里有一些没有用的东西你一直在堆积 因为你看不见 一样的当我们属灵生命不坚强的时候没有圣灵在当中 我们不停的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没有用的东西堆积在我们生命当中 当我们领受神的话神的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它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心中有多少一些没用的东西阻塞在那 这个神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心里的东西给清理干净 这个阿玛我们整个梦里的童谷 这个阿玛这个一部手书那边说神的话就好像两论的箭 这个神的话叫做两论的箭能够把你从这个世界上 一些不好 不属神的这个 可能有一些友谊 有一些关系 有一些团契 是不讨神喜悦的 神要你把眼离他们 但是你自己的能力 并没有能力不够 拿去离去这些友谊 你曾经尝试要远离 但是你无法自拔 但这个神的话是两链的 这个刀能够有力量 能够把一切不属神的口切开 这个以父所书那里也说到 神的话是这个泉源 这个生命的泉源 能够把这个水泉 能够把你生命中的 找物给冲走 这个就是神的话 怎么能够来帮助你 把自己倒空 我的爸是一个 那个 这个印度的一个 他信奉这个 信奉教的 然后他在年轻的时候 有这个二者 伏伏在他身上 他用了一切 信奴教的这个方式 要赶鬼 最终那个 信奴教的这个 这个道士告诉他 他说告诉他说 他必须要一直承受 这个二者的干扰 对我爸来说 当时是没有任何的希望 他对一切的这个 有很多不好的 这个坏习惯 但是有一天 他的朋友 有一位朋友 告诉他有关耶稣 所以他就很 随意的就把他拒绝了 因为在印度 我们有成千上百万的 这个神 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呢 但是那天晚上 耶稣在我爸的梦中 向他显现说 我是道路者理生命 但第二天 他告诉他朋友 他梦中听到的 这几句话 他朋友就告诉他说 这几句话 就在圣经当中 所以那个朋友 就给我爸一本 这个新约的圣经 当我爸开始读 这个神的话 圣经在他身上的这个恶者就坐立不安了 因为在神的话里有这个能力 当我爸开始读这个神的话的时候 他在身体上的这个恶者就开始发动了 但当他的心被这个恶者所充满的时候 当这个神的话 临到他的心里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心给清空了 但每次那个恶者来干扰我爸的时候 他就打开圣经读神的话 但是我的婆婆 她是信奉信度教的 她不容许我爸读这个圣经 常常是在夜间的时候 那个恶者来干扰我的爸 所以我的婆婆不让我爸打开灯 晚上的时候读神的话 他甚至把圣经丢出去 那时候这个圣灵给我爸一个想法 叫他把这个神的话读 然后记着背起来读在心里 就是这样 那个恶者在他身上被驱除出来了 他感谢主今天到今天为止 他已经背了超过五千句的圣经节 他也一样的教导我们 要把神的话背起来 这个我也感谢主 我也能够背超过一千两百句的这个圣经节 然后还有这个启示录的那里 我们不单单是背这个圣经节 我们每天都有重复的去默想这个神的话 所以在背读圣经还有在回复回想神的话 让我花更多时间跟神在一起 所以每一天三到五个小时 我就跟神亲近 读神的话敬拜赞美神 然后他也就是这么的做 让我能够写了一些四个一些的书 四个我们也带了一些书来 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请拿 这些是免费的 我们的期望并不是要赚钱 我们的期待是让能够帮助人 更加能够靠近耶稣接近他 我们的期望是能够让人帮助人 能够活出神喜悦的生命 读那些书那些书一定会帮助到你的 因为那些书都是神的话 并不是我的话 我会让你承诺这次对你来讲是一个祝福 所以神的话帮助我们倒空自己 当那个妇人家把那些空的平平光光带回家的时候 and now the property is telling to her let's read the next verse 他读下一节这个先知怎么告诉他 let us read four, five, and six verses 我们读第四,第五,第六节 and when thou art come in thou shalt shut the door upon thee and upon thy sons and shalt pour out into all those vessels and thou shalt set aside that which is full so she went from him and shut the door upon her and upon her sons who brought the vessels to her and she poured out and it came to pass when the vessels were full that she said unto her son bring me at a vessel and he said unto her there is not a vessel more and the oil stayed 第四节回到家里 关上门 你和你的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 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 得得就放在一边 于是妇人离开了 以利沙去了 关上门 自己和儿子在里面 儿子把这个器皿拿来 他就到油 器皿都倒满了 他对儿子说 再给我拿器皿来 儿子说 再没有器皿了 油就止住了 这个圣子就告诉他说 当你把空的这个瓶瓶光光拿来的时候 当你把这个油瓶打开的时候 那瓶里紧身的油能够把所有的空瓶器皿给填满 但重要的事情是 你必须要把门给关上 你要重要记得把门给关上 是的 在那个瓶子里有油 是有很多器皿空的 但是为了要把它给填满 你必须要把门给关上 把门关上就是我们每天跟神清静的那个时刻 要看到复兴 你必须要来到神面前 那你来到神面前 你必须要有一瓶油的那个瓶子 你必须要倒空你自己 第四个属灵的这个原则我们学到了 你必须要尽力把这个门给关上 马太福音六章六节 这个我的这个祷告的门 要走到这个内室里头 当这个门被关上的时候 在那个深处来跟神来清静 我在天上的父必然会纪念 跟我们的家人朋友们一起祷告是好的 在教会祷告也是好的 在一组一组的人祷告也是好的 祷告神也教导我们在一起来祷告 但是也是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跟神的祷告的生命 要在你生命当中看到复兴 再看到马来西亚再来复兴 在美国的这个复兴 在全世界各地的复兴你要看到的话 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学习 花时间跟神来清静 你必须要学习有这个把门关上 跟神单独处境来祷告 我们多少次把门关上呢 我知道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 犯错事的时候我们把门关上 很多人要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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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关上 但他们放间盈 看这个事情 晚站的时候他要确保这个门是关上的 但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经历 当我们要跟神清静的时候我们把门给关上 所以神清静这么教导我们说 要把门关上是多么的重要的 为什么这个先知告诉他要把这个门给关上呢 因为耶稣期待我们祷告的时候把门给关上 因为我们把门给关上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单独的来到神面前 我们跟神来清静 这个就会把你跟一切的这个干扰给隔绝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当你要祷告的时候 你的朋友正好给你就来了 当你要祷告的时候 就很奇妙的就有人会给你打电话 当你要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在电视上有一些很精彩的节目 当你要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电话中有一些信息就推给你了 当我们所以我们就要让我们阻止我们的祷告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祷告放一边 我们就做别的事 所以圣经告诉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把门给关上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经历跟神单独的来祷告 你必须要做下这个决定 我每一天要花出这段时间给上帝 每一天三到五个小时我就花这个时间 我的爸就花大概五到八个小时 我并不是叫你说要花五到八个小时 因为你是有工作的可能对你来讲有难处 但你必须自己要做下这个决定 每一天花十五分钟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到神面前来清静 因为当你有这个经历把门给关上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圣灵会告诉你 会向你显现你指着你你在哪里跌倒了 就是圣灵那个时候也会告诉你你在哪个地方跌倒了 哪个地方你要更正 在你跟众人一起祷告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说主啊我犯了这个罪 犯了这个罪 请你来帮助我 但是在独处的祷告当中 你可以把你的心完全打开 你可以向神完全地敞开 来求神来帮助你在你的软弱上 帮助你 求神来帮助你来战胜这个罪恶 当你祈求的时候 祂是绝对的会帮助你的那位神 因为圣经这么说你祈求就会给你 这个圣经也是说你因为你没有祈求 所以没有给你 所以第四个我们学的功课就把门给关上 然后把这个装油的瓶子把那些空的瓶子给装满 你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空虚空的一些东西 但是请你把门给关上来跟神来独处 求神来充满你 我们看到经节上的时候说 当那个妇人家把门给关上的时候 开始把这个油给倒上 每个空的器皿的时候 器皿都被装满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从神那儿来的 这个丰盛的这个祝福 在第七节我们读 第七节妇人去告诉神人 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 所剩的你和你的儿子可以倚靠着度日 所以神就把这个妇人家的情况 完全的给改变了过来 神把她之前的情况要被卖 到变成现在能够有能力去卖 神能够转变任何的这个情况 在这些问题临到你的时候 不要感到沮丧 不要看到你的这个状况 情况受到的事 总让一切的事情发生在你身边 记得要来到神灵圈 因为神对你的问题有这个解决的方案 神能够改变你的这个情况 神能够从你从最低处能够领你到这个狂宫 神把你的这个失败的婚姻给能够救回来 神能够把你的孩子们给管辩 总让你自己没有办法 那些医生所不能医治的神能够来医治你 神能够把你的情况从你的贫困当中 能够转为这个丰盛 你可能失业了 可能是你当下的情况 但是神能够协助你得到这个工作 不要一直老是看着这个情况 看单单两碗油 让你的瓶子能够装上油 然后能够倒空你自己 用神的话来倒空你自己 把门关上来跟神来清净用神的话来倒空你自己 用圣灵来帮助你来洁净你来倒空你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就是神要改变你时刻的 就是神要把你生命给改变的时刻 是的 在神是可能的 是神能够改变在你生命当中这些事 当你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 这个复兴神要把他带领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成就了 这些空的这些器皿都被充满了 这个在整个城镇当中或乡村当中是带来这个喜乐的 当那个奇迹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 这个好消息就很快的被传开了 这个就当你本身这个复兴领导的时候 因为当你被复兴的时候 你将会把这个复兴带给你周遭的人 当神把这个复兴领导你的时候 也接着你把这个复兴带到你身边的人 这样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我们有来到神面前吗 我们是否依然的保存着自己那瓶油 还是我们把这瓶油给变卖了呢 所以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充满我们自己呢 我们有没有花时间跟神来独自的清净 有没有花时间来到教会来祷告呢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话 如果我们有带着那瓶油跟那个瓶子 我们没有出卖这个圣灵 没有出卖这个神的灵 当我们能够透过神的话来倒空我们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把门关上 能够花时间跟神清净的时候 神将会复兴你 这个复兴将会从你开始而从你开始 愿神复兴我们在座每个人 上帝祝福你 谢谢